小爱同学3.0正式发布,男生版声音也很温柔。 那么该如何升级? 11月19日上午,小米在小米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布了小爱同学3.0。 其中最大的升级就是小爱同学3.0版本增加了男生版的声音,让小爱同学更加人性化。 首先是小爱同学3.0全面支持免唤醒自然连续语音对话。 即但你想要和小爱同学对话的时候,只需唤醒一次小爱同学即可。 小爱同学3.0还支持语音遥控器功能。 有时候躺着在床上找不到遥控器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用语音激活小爱同学,把手机当成电视或者空调遥控器进行遥控操作。 非常的方便快捷。 升级的方法也很简单。 只要对小爱同学说出立即升级即可。 发出这个指令后,小爱同学会自动将手机跳转至浏览器进行升级。 小爱同学是一款非常智能的语音助手。 我认为目前所有语音助手中就苹果的Siri和小米的小爱同学才能算是真正的语音助手。 其他手机的语音助手都显得有点智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